我叫董靖怡 我今年12岁 参加瀑瀑剧团已经两年了 我叫史天宝 今年12岁 参加瀑瀑剧团能有一年多了 我以前很内向 以前就是确实不怎么来说话 然后跟别人也没有很多接触 自己在家的时候 感觉特别孤单 没人玩 然后自己在那看电视 趴在床上就可以 然后跟爸爸妈妈在说话是很少 就是我爸爸妈妈也没有说过 叫我们什么乖女儿啊 宝贝女儿那种的 就是我们都有个沟通就很少 然后就是我和我妹妹或者弟弟啊 我们就是也就是抱着他们出去玩 也没有说什么聊聊心事啊 就是觉得自己就在淘气 像我刚认识她的时候 她是刚来北京 她刚来的时候谁都不认识 然后就在那跟她两个妹妹 就在那追跑打闹的 就在那玩满大街的玩 然后她那时候就是她没条件吗 上学 然后根本就不上学 演出就是有极性表演啊 然后还有那个威尼斯商人啊 还有生日剧 还有龙母台 因为我感觉就是排这个戏上就 大家都在一起很快乐 就是感觉演出来就是感觉很棒的 让别人都感觉我们的演技是最棒的 我喜欢那里面的就是人物的风格 还有他们的对话 女演 还有他们的就是就是性格方面 有的比较坏 有的比较善良 就是那些都能体现出来 然后我们也就可以演那些 就是没有从来没有演过的那些 就是那些坏啊好啊那种人 就觉得很开心 开心到不知道怎么样才那个 才演得更爽一些 我觉得自己 逗他们开心的几率就更大了 比以前关系更好了 朋友之间关系特别好 然后爸爸妈的关系特别近 小龙哥哥统费两三个月当中 就是为我们拍戏啊 改正我们的舞台就是错误了 然后还教我们 教我们很多游戏 让我们感觉很快乐 我就想在等会年的小龙哥 谢谢你们指示上这么多天陪伴我们 教我们教我们这么多知识 常来生活感 然后多教一点知识 就是说就是想让大家都别放弃 都希望所有人都留在这个瀑布集团里面 学习 就是住那个瀑布集团 永远都开下去 发扬光大 让那个CTS 让每个人都可以学到CP的知识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谢谢大家 有点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